各位Promoter同事,麻煩檢查一下 如果WACOM本身出來的介面是亂碼的話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件事呢? 麻煩大家去Control Panel裡面 那個時鐘及區域裡面選擇地區 地區決定裡面來說 就是要把它轉為香港繁體的特別行政區 Beta下面的位置不要剪 OK之後它會叫你Restart那部機 那還關了一部機之後,那裡亂碼問題就解決了 麻煩各位Promoter幫忙查一查這個問題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就麻煩叫一叫我